大家好 前两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正的表达式 包括定阶符 原子原字符 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正的表达式在编写的时候 那些原字符的优先机 它们有一个顺序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模式修正符 最后呢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正的表达中常用的一些正的表达式的编写方式 好 刹解的课件我没关掉 接着来写 前面呢咱们学过了这些原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原字符 它们是有优先机的关系的 因为优先机可以表示它们的匹配顺序 在使用正的表达式的时候 需要正确使用这些顺序 咱们来看一下优先机最高的 就是这个转移字符斜线 在整个正的模式中 先以这个为主 然后模式第二高的就是这个括号 咱用括号来改变优先机 再比如说括号里边的冒号这样取消 对它上几个句介绍过 取消子模式这种 使用它来用 还有像中括号这样的语言机排在第二 如果同一语言机呢 那它就顺利就从左到右 然后是像星号啊 加号啊 笨号 再比如说是啊 其他的吧 像像大块这些都是同一语言机的 然后就是比它低一点的 比如说以什么开头 以什么正的表达式结尾 然后一些边边界 最低的就是这个竖线 这个呢 咱们的上一节可以已经看到过了 这是它优先机 比如说最高的 是这个斜线 然后括号 然后其他的 然后啊 这些边界的问题 然后七次最低的 那就是这个竖线 或者的关系 这它优先机 其实呢 意义不太大 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一些优先机改变不了 咱们都用括号 和正常咱们写成员 差不多的 那来看一下 模式修正符号 什么是模式修正符号 这个模式修正符号呢 是在正的表达式定结符之外 使用的 你看啊 一个正的表达式的定结符 是一个字母串 这样一个字母串 然后这是定结符 在定结符之外 这个位置写上 模式修正符号 那什么是模式修正符号呢 如果从字面看 那就是什么 第一点 就是几个字母而已 几个字母 然后这几个字母呢 可以一次使用一个 因为每一个具有一定的意义 也可以 连续使用 多个 所以呢 模式修正符号可以使用一个符号 也可以使用多个符号 那它的作用是干嘛的 因为它是在模式修正符 后边使用的 比如在这里 比如在那个定结符后边使用的 是对整个正则表达是调优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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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 比如说 这里边匹配是一个字母串 我匹配ABC 它只能匹配 只能 匹配小写 字母 如果我这样写 ABC 定结符 这正能表达是加个小I I就是一个模式修正符 那怎么的 可以 不区分 大小 写 匹配 比如说 可以匹配大写的ABC 也可以小写的ABC 也可以ABC 也可以ABC 也可以A BC 都是可以的 是不区分大小写匹配的 那模式修正符一共有多少个符号呢 把手车打开 你看 这里边 专门有一张是 模式语法 咱们前面讲过的都是模式语法 你可以参考这个 看一下 与普尔建设的模式语法 其实咱们都是讲过的 都是讲过的 什么子模式啊 等等等等 你看 大家看 模式修正符 这么不多 就这么几个 而且有几个不用的 我这里边就不会给大家多说 我把这些常用的按顺序 为大家都介绍一下 比如说I字母 我一个一个总结 I字母 表示 什么 在和模式进行匹配时 不区分大小写 在和模式进行匹配时 不区分大小写 咱刚介绍过 比如说这里边 这太长了 A B C 这里边在写字母的时候 假如说这里边 有一个ABC 这样匹配是成功的 你看一下 ABC匹配出来了 那假如说我这里边 有一个大 这个A是大写的呢 现在匹配就失败了 对吧 没出来 但是如果我在这加一个I 就对这个正 这就叫模式修正符 来修正这个模式的 那么 修正它怎么修正啊 就是让它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那你现在看一下 大写ABC就匹配出来了 这就是模式修正符 但是I比较简单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M 这么M 这么M什么意思 默认情况下 这个会将目标资格算 视为单一的一行 那么将这个M呢 就可以视为多行 让M 大小写有关啊 默认 情况 P2P扩展包呢 是将 什么 字符串 视为一行 不管你写多少行 它都视为一行 比如说这里边 我把它敲开 其实这是多行的 对吧 但它视为一行 视为一行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有两个字母 有两个那个原字符 要清楚 一个这个以什么什么开头 这个以什么什么结尾 那假如说我这里边找到 以ABC开头的 你看 只有我写在这块 因为它视为一行 现在虽然是多行 只有写在这的ABC 当我后面加I了 是不区分大小写 匹配ABC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以ABC开头 匹配出来了 匹配的ABC 但是如果我ABC是 在这的呢 ABC 你看啊 因为它是一行 所以呢 把它看作一行的时候 在一行 前面是没有ABC开头的 你看会出错 但是如果加个小M 咱说过 模式球状况可以联系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对它两个扩展 一个是不区分大写 一个是为多行 那这个时候 任何一行 有ABC开头的 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再看一下 哦 刚才那个 这回来看一下 你看 任何一行 也ABC开头都是可以 因为刚才只是断 断开 回车没有换行 我到我前面搜一下 就可以了 你看 这里边 刚开始也ABC开始 没有 那这一行也ABC开始 这要是为多行的 任何一行 你看使用它 那么 视为 多行后 任何一行都可以 以正则 开头 开始或结束 $我就不是了 比如说要那以ABC结尾 这可不可以呢 你看 我去试一下吧 你看也是可以的 哦 这个 我加个什么 加个直接加个 形犯人换行吗 因为直接敲开 这个编辑器的事 你看 ABC找到了 这样是以ABC结尾的 并不是整个字幕串 以ABC结尾的 是这个 咱再看下一个 S 刚才是视为多行 S呢 就视为单行 你看啊 哪去了 在这 S 记着是 小写的S 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次修装服的时候 你看啊 这里标出来 如果没有使用这个模式修正符号时 那么咱前面说过那个点 原字符中的这个点 它可以表示任意字符 但是这个点呢 默认 不能 表示谁啊 换行服 换行服号 这前面咱们重点说过 也就是将自乎串呢 如果把自乎串你视为单行 那这个换行服也就是一个普通符号了 不代表换行的意思了 所以点就可以匹配换行服了 比如说我这里边 嗯 记得啊 这里边 一行A 你看啊 A和C之间来个点 A和C中间来个点 什么字符都可以代表A和C之间 但是这个换行服 你看 就不能表示点 点就不代表这换行服 但是如果我加一个S的话 也就是什么 将 字符串 视为 单行 视为单行 那么这个换行服也就表示一个普通的符号了 既然是普通的符号 这个点就可以代表了 现在你看 就能成功 嗯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这写个N吧 写个N 这肯定是一个换行服了 哎 有问题 等一下 A点C I S 保存了 啊 后边多了一个道路符啊 你看 咱还重新做一些实验 你看 A和C中间 内加S的时候 匹配不成功 就A和C之间 我加上S 别的什么也没变 你看一下 嗯 还是显示的写吧 写个N 你看就可以匹配成功 A和C之间换行服了 他就能表示这个换行服 这是显示的写的一个换行服 不然的话 这个换行服 它是不能表示的 我手动加上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你加S的话 点就可以 所有字符都可以表示了 也包括换行服号 这就是 嗯 S的作用 好 等下一个 X 我上去啊 X 它表示什么 啊 X 这个表示模式中的空白忽略不计 是模式中的不是字符串中的 啊 模式中的 空白 嗯 怎么打出来了 啊 顾虚略不计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这写上 这 是 啊 测试吧 那 那假如在字符串里边有这样 这是 test测试 这是可以的 你看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这样匹配 就不行了 你看一下 因为模式中是有空格的 那匹配你这就必须都有空格 有的时候 在模式中呢 有空格呢 但是有两层意思的 所以呢 我这会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X 这就会忽略模式中的空格 就把它看成是一个词 你看就可以了 那我能不能 假如有的又问了 我能不能既匹配带空格的 又匹配不带空格的呢 那你就要需要加什么 斜杆S不是空格吗 不是表示空格的意思吗 空白的意思吗 虽然它怎么的 啊 问号 有或没有 斜杆S有一个也可以没有 这就可以了 你看 这是没问题的 加空格呢 加空格之后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这用斜杆S了 问号 让它是可以有可没有 所以呢 这都可以自己设计的 这是 X模式就是负 表示模式中的空白 让它忽略不济 大家看下一个 这个E 这个E呢 咱们现在用不了 这个E 这个 正则表达是 必须使用在PREG REPRAC 使用在正则这个 替换 字符串的 函数中 10 才可以使用 是放在那个 是放在那个里使用的 不是单独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E 咱们先保留着 咱们到 讲这个函数的时候再讲 讲D函数再说 先不管什么意思 你先记住 咱们到讲T函数的时候 咱们再说这个E的作用 因为它得放在这里边 然后它执行函数作用的 这个A和D我就不说了 A表示什么 强制以什么字头 以什么字符开头 也就是在这里边 假设这块写 写 万 那么 我这块写上大A 表示什么 必须以万开头 当然 我这里边什么 我不加这个 我在这块直接加这个 也是表示必须以万开头 这大A的作用 表示必须以什么开头 那大Z呢 下边跟它对应呢 你看 表示必须以什么什么结尾 所以呢 咱们这个 如果我这会加个是大Z 和不加大Z 这会加个刀罗符 作用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和这个作用是一样的 这这两个 这个大S 就当一个 这个没有什么用了 我就不介绍了 你看 目前分析一个模式 仅对单一固定的模式 什么什么有作用 这我就不说了 用的很少 下边这个 启动了一个 PRO不介绍的外功能 UT28的 这点不说了 也不常用 这个X呢 这个咱们也不常用 那这里边咱看一下大U 这个是最复杂的 大U 咱们知道 郑哥表达式的特点 他的特点什么 就是 比较 贪婪 记住这个词 他比较贪婪 只要符合他的要求 他全能怎么的 全能够 获取出来 你看一下 我写一个这样的模式 假如说我这里边想匹配 啊 比如说B标签 斜杠B 然后这里边 点 新 你看啊 加括号吧 但是这个有特色字符能给转移 你看这里边我把哈喽加上一个B标签 然后我把这会有个呃 PSP加上一个B标签 然后这会有个 Lamp 斜杠B标签 RAMP 你看啊 因为这个函数默认值匹配 匹配出一个 他就不往下匹配了 所以这里边我想就匹配出第一个是什么 是哈喽的 是哈喽的 你看啊 如果我使用这个函数 AIR是所有都能匹配出来 你看我想所有都匹配出来 这有三个B标签 只要符合这B标签的 我都能匹配出来 然后放在数组里边 这两个不同的函数 后边咱下一个讲函数的时候 会想跟大家介绍 但是 我这再加一个I 让它不区分大标签的匹配 但是现在你看一下结果什么样 没有啊 未知的修改符币 啊 我这会儿也能不能 少写了一个斜线 刚刚看一下匹配出来了 但是匹配的是所有的字符 你看一下是单独的哈喽和P2P还有LAMP吗 为什么说贪婪模式 怎么个贪婪法 因为这个点星 你看符合规则的 的确以B标签B开始了 但是中间所有内容 包括对结束的点B 一直到这个结束的起杠B 都属于中间内容都属于点星的范围 都属于点星的范围 所以呢他能从第一个开始一直贪婪的到最后一个取出来 不是咱们想要的 咱们用两种办法解决这种贪婪模式 你看啊 一种是使用优 一种是使用模式 修正符号谁啊 大优 可以解决 比如说我这会儿加一个大优 好 嗯 Lamp匹配出来了 但是P2P他中间这会儿又贪婪模式了 你看差在哪了啊 啊 这会儿没加什么 没加斜线啊 所以他是一个啊 你看 哈喽 P2P 哈喽 P2P Lamp都取出来了 就取消这种贪婪模式 然后将三个都匹配出来 看到了吗 一种使用大优 取消贪婪模式 但是有的语言 因为这种贪婪模式 不光是P2P里边出现的 其他的呃 正在表达式的匹配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点星或者点加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这种贪婪模式 那如有的语言里边你记住 可是不支持模式修正符的 你看 有些假如说加速块里边 有些语言中不支持 模式修正符号 就比如说加速块里边就不支持 那么怎么取用这种贪婪模式呢 你经常会看到 假如我这个优 不加啊 你看不加 现在又是贪婪模式了 全部都匹配出来了 你看从第一开始 就因为这个后边的所有东西 这些东西都符合点星 所以我怎么不加大优 我可以怎么的 加个问号 所以有的人就不理解 说这也没有用啊 说星号不就可以表示没有的意思吗 为什么要加冒号问号啊 其实问号就是为了取消这个 贪婪模式的作用 遇到第一个可以关闭的 他就马上结束了 你看效果 和刚才加大优的效果是不一样 一模一样的效果 所以呢 另一种是使用问号 完成 问号 因为贪婪模式 你看啊 咱说了 点星或者点加 所有字符 都应该说 符合 这个条件 都能用他匹配出来 所以呢 另一种使用 加这个可以取消贪婪模式 那这种就是什么 点星 因为点星已经包含名次了 加问号 其实看上去并不是表面的意思 就是取消模式 或者点加 问号 是这样的 用问号去取消 另外还有一特点 他们两个是排斥的关系 如果我现在加问号了 我这边就加大优了 那又表示什么 开启了贪婪模式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贪婪模式 那怎么用它再开启 假如这会使用这个的话 现在前面里边已经关闭 贪婪模式了 加个U 我还能开启 就相当于负负得证的道理一样 你看 又开启了 对吧 又开启这个模式了 所以两个都使用的话 正好相反 只所以这两种方法只使用一种 要么使用最终关闭模式 要么直接使用大U 两个便同时出现 你看 如果 两种方式 同时 出现 又 开启了 什么贪婪模式 那么 点星 就可以所有文件都可以匹配了 如果 合在一起使用的话 也就是 点星 点星问号 和模式之外的大U 一起使用 又开启了 所以这俩呢 根据情况 如果你需要开启 就这么肯定是开启的 如果不需要两个使用一个 就可以关闭这种贪婪模式了 就大U作用 其他的我就不介绍了 一般的也用不上 这就是模式修正符 这就是模式修正符用来干嘛 用来对正德表达式功能进行修正 扩展 调优 这么几个作用的 好 既然学会了正德表达式 咱们在学正德表达之前呢 咱们先看一下 常用的 一些正德表达式 其实常用的正德表达式标准的格式 其实你在网上一搜 有很多人都帮你写好了 比如说什么 验证 用户名不能为空啊 那很简单 你看 以什么 以斜杆大S 斜杆小S是空格啊 斜杆大S非空格开始 然后加号 必须都有一个或多个 然后再以他什么 结尾 这有可能什么 这就是匹匹非空吗 你空格有几个空格 或者中间有空格 通通不行 对吧 还有什么email的格式 还有什么URL的格式 还有什么电话号码的格式 身份证号的格式 这些都有固定的 比如说 这是我刚刚在网上随便找的一篇 你看一下 单他这个两边 这都是加我搜索课可以用的 两边没加进阶符 在PPP 你要加进阶符 加这样之类的 你看这里边 匹配中文的 按用的科码那种 比如这个范围内 就是中文的汉字 双字解的 对吧 匹配空白的 然后HTML的标签的 匹配email格式的 比如说 email格式在PPP里用 你就这样用 那同样的这个正能表辑写法 在加速画里边也一样可以用 匹配URL格式的 但是这都很简单 匹配电话号码的 都有现成的 现在每一个 如果你自身门课 你认真听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看得懂 比如说随便找一个 就拿这个 email格式 行案W 都只要表示一个字 表示一个字 可以加号呢 表示什么 必须有一个或多个 然后括号 这块 这括号呢 是一个大原子 信号表示什么 这个里边的内容 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有多个 然后里边内容都有什么呀 有加号减号点 然后必须都有一个 假如有点的话 其后边必须都有一个什么 一个字 所以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点 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后边有点 什么什么域名 当然你自己都可以编写 对不对 比如说匹配Q号码 匹配1到9 然后0到9 必须得四个以上 对啊 你从这个开始的嘛 前面先有一个 前面不能以0开头 所以是1到9 后边可以也是0到9 但是四个以上 一共是五个以上 就可以了吗 邮政编码的 身份证号码的 IP地址的 看一下 这个可以了 所以呢 常用的 你可以自己到网上搜索一下 就可以找到 然后再修改一下 当然咱们写政编 并不一定就专门为了验证用 比如说咱们做小通程序 比如说 将一个网站中的所有图片 取出 那首先把这网站全读过来 那些是字幕串 你就匹配里边的以卖的标签呗 这有可能找不到 所以你得自己写 这也是留着做咱们的作业 你自己写一下 看一下匹配图片的标签的 比如说 将一个网站的所有商品取出 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商品的价钱 你怎么找 然后商品的描述 对吧 商品的厂商全取出来 或者取一篇文章的标题 文章的访问数 对吧 文章的作者 文章的来源 都可以做到 只要你会编写这个模式 编写出来之后 能匹配到 然后你想看你怎么想处理了 如果你想就是匹配 那用咱们匹配函数 如果想替换 想分割 那你再用其他的函数 正的表达处理函数就可以了 所以呢 后边咱们课程中 会到处都使用到这些正的表达式 所以那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把这张呢 好好学一下 然后呢 可以熟练的看到我后边写的代码 当然咱们正在表达式的部分呢 咱们还没讲完 下节课呢 咱们继续学习正则表达式强大的处理函数 就是这么几个函数 然后咱们再配合 字符串处理函数 一起学习 对比着学习 什么时候该用正则 什么时候 什么功能可以用字符串处理来完成 好 这节课呢 内容比较少 就到这里吧 再几刻咱们正则表达式处理函数 好 谢谢大家 咱们正则表达式处理函数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